你像我们这个面馆吧开门就火了 说实话连我们自己真的都没想到 我们的面积是120平上下两层 最高的以前我记得卖了得15000多 说实话直接超出我们的自己的预期了 我们也复盘了一下我们店我的原因吧 也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吧 第一我认为就是选址 我们刚开始装修的时候 就有路过的顾客进来要吃面 再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产品 我们专门出去学习的这个脱刀面 这个面条吧比较筋道 也比较有噱头 有的顾客来我们店里吃饭吧 经常拍照打卡 再一个第三就是主打的是牛肉面 牛肉面我们认为是寿正多 因为顾客可以自己选肉吃得很爽 有些客户点一碗面得来半斤牛肉 这样看待价也就高上来了 第四就是我们赶上了一个旅游旺季 店里的游客特别特别多 从上午10点开始到晚上得9点半才能结束 一天一直不断忍 这四点就是我分析我们店为什么火的原因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